有人問我說 小禎得過這個病 你有沒有想過說跟他聊生死 媽媽也在想萬一我沒有過 那你有沒有什麼想要做的事情 我覺得我好像一直都不太擔心 我自己會離開 我反而會覺得很抱歉 就為什麼只有我一個人好起來 為什麼所有跟我要好的人 最後都離開我 我反而也會有一種 像他一樣的悲傷是說 Shit我是不是掃把心 怎麼我身邊的人都這樣 資深媒體人楊月兒 前年底接受中式新聞專訪 談及小女兒盧妍 2017年罹患洗癌過程 就心疼到淚流不止 好在積極抗癌八個月後 恢復健康 日前阿爾姐也特別帶著小禎 再度接受訪問 訪談過程中有笑有淚 旁人都可以感受到他們 這一份得來不易的幸福 而小禎也親自分享 住院那段期間的心路歷程 身邊不少人都有來探並鼓勵 其中小燕姐的出現 最讓她印象深刻 那時候小燕姐啊 小燕阿姨 她帶了好多好多禮物來 可是那些禮物長得很奇怪 貼紙 或者是一些 拼圖 拼圖到還好 有這種小玩偶 我想說 為什麼要買這個給我 而且是17歲 而且是17歲 然後她還 我就想說為什麼這樣 然後那些禮物上面啊都有寫說這是幾歲使用的 2到3歲 5到6歲 我想說 我就問媽媽 媽媽 小燕阿姨是不是 搞不清楚我幾歲啊 所以她就都買來 然後小燕阿姨說 沒有 不是 這個禮物是你要拿去分給其他小朋友的 嗯 要你去交朋友 你不要躲在病房裡面 專心當病人 就你出去 然後她就會去 關心一下 看到那個小朋友推點滴啊 大概是幾歲 坐娃娃車啊 然後她就去問人家說 你幾歲 小朋友很可愛 比3歲 然後她就說 你等一下 她就進去房間 拿3歲使用的小禮物給她 對 或是那個拿出一整排的貼紙 讓她選一張 讓她選一張 那真的有做這個事 那這小朋友可能看到是貼紙對不對 可是其實得到鼓勵的是誰 是家長 因為家長都認識小燕姐 家長就好高興說 什麼 我們拿到了一個小燕姐給我們的禮物 然後我們又讓這件事情再延續 就是我會跟小禎 把這個照片拍下來 跟小朋友一起合照 我再傳給小燕姐看 然後小燕姐就覺得 嗯 很好 你也有去交朋友啊 不要每天躺在那裡 然後什麼事都不做啊 那我就覺得 我覺得這種大愛是看過人生 月曆豐富 才會愛污集污 就我關心的是你 但我更希望 連帶讓其他的孩子也得到照顧 我們常說生活是人生最好的導師 在抗癌的八個月中 小禎也從與其他小愛友交流中 經歷了很多別人的故事 除了之前阿爾姐曾經提到過的蒙古女孩忽然之外 還有小禎自己的高中同學 一度讓她哽咽到說不出話來 除了那個忽然之外 忽然是跟我比較熟悉的 那當然還有很多其他的小朋友 後來也離開了 還有一個 還有一個我的好朋友也離開了 她的高中同學 高中同學 她的高中同學 沒有 我好了 沒關係 因為當時小禎治療好了 她也治療好了 那他們都好了 可是 復發這件事情在她身上發生了 這也是我曾經講過說 我最害怕的事情就是復發 我發現個性不一樣真的會 心情不一樣會很影響 那個病情的發展 那當然也有一部分是 因為她可能沒有我這麼幸運 因為你知道青少年 罹患大查是很難去治癒的 因為她的癌細胞跟她的年輕一樣 成正比的活躍 剛剛有聊到說做夢嘛 我一直在等她離開之後 來夢裡找我 可是她從來沒有出現 但其實啊 我在她離開之前 我有夢到她 因為那時候她是復發 復發之後 醫生其實就是表示 就是只能安寧了這樣子 可是因為 你知道家長就會很希望 能夠給孩子最好的 希望可以求得之後一絲希望 所以當時就有 她的父母就有去請求了 一些老師的幫助 所以後來就離開了醫院 但是後來她有一次 突然打電話給我 跟我說 小禎 那個有沒有可能 請你跟媽媽來我們家一趟 我說怎麼了嗎 她說 我想回醫院 太痛苦了 因為太痛了 其實她 她說她要離開醫院的時候 簽切結的時候 我也在 她想要回醫院的時候 她也找我 因為 她真的太痛了 那個止痛 麻啡鐵片是沒有辦法讓她減緩痛楚 她想回醫院打麻啡 反正這事情後來是這樣 反正最後她就走了 這個故事我就不贅述 但我很想要分享的是我的夢 然後 那個夢啊 我還記得 我那個夢境是我在一條長廊 我在跑步 我經過了一個病房 我過去了 我已經過去了 可是我突然覺得 那個病房裡面 好像在呼喚我 一個聲音在呼喚我 我折返回去 那個病房就是她當時 千切結要離開的那個病房 她坐在她的病床上 手上沒有任何的針頭 她還在笑 我說怎麼了 她說 我要安寧了 我要安樂死了 但是她是 很愉快 用一個很陽光 我從來沒有見過的陽光的笑 對我說這件事情 然後她拉了那個 她病房的那個電視下來 給我看說 這個 安樂死是怎麼樣 然後跟我解釋解釋解釋 然後覺得很開心 可是她的父母坐在她的身邊 她父母在哭 那個夢就這樣結束了 然後過兩天 我就知道她在她家的院子離開了 然後就再也沒有出現在我的夢境裡了 我一直以為 我的所有的幫助 還有幫助其他的小朋友 都是被要求的 後來發現沒有沒有不是 這是我真的自己想做的 雖然說我可能真的沒有幫上忙 我很自責 但是 我要想要相信 她在夢境裡面的她是快樂的 我要連同她們的份一起活下來 比起去害怕說我會也跟她們一樣 我覺得我應該要更珍視我現在擁有的 因為我也不知道我之後到底會不會怎麼樣 我也不知道到底會不會復發 或是等等等等 但是 我就不想要浪費現在 因為我現在擁有的舒適是她們沒有的 我反而會覺得很抱歉 就為什麼只有我一個人好起來 為什麼所有跟我要好的人之後都離開我 我反而也會有一種像她一樣的悲傷 是說 Shit 我是不是掃把心 怎麼我身邊的兒都這樣 不過當然不是 我相信不是的 每一個存在 和每一份離開都是有她 該去的地方和她的意義的 我覺得這樣想應該會讓我們舒服一點 我們每一個人都會走到終點 所以規定要走多久才到終點 反正都會到終點 所以都到終點就叫做不好 未必 可是你這個過程精不精彩 我也曾經有人問我說 小禎得過這個病 你有沒有想過說跟她聊生死 我真的認真的跟她講了一次 是在別的孩子離開的時候 我就趁著機會想說那個孩子走了 那媽媽也在想 因為當時我也沒有把握 治療過程我也沒有把握 媽媽也在想 萬一真他媽的倒楣 我沒有過 那你有沒有什麼想要做的事情 他們好像沒有回答我 那後來我們就沉默了一下下 我說不管怎樣 至少我們在過去走過這17年 我們是快樂的 是很好的 我們也不需此心了 請問一下 我找一份 時間後來 你會不會